- 心與你沒距離 - 哈囉 大家好 - 我是劉欣宇 - 心與你沒距離 - 沒錯 - 現在在我身後的呢 - 就是我們的法拉利F12 TDF - 那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 就是要開著它去法拉利保養 - 順便呢 要交車迎接我們萬眾啄目 - 萬眾期待等了兩年多的車 - 就是Icona系列法拉利SP3 - 登登 - ㄟ 不行不行 - 我們快要遲到了 - 不講了不講了 - Let's Go 哇塞 我這一次呢 - 坐上我們的F12 TDF - 原來是這麼的舒服 - 而且一上車呢 - 就有一個很高級的感覺 - 為什麼呢 - 感覺我好像彷彿在賽道上一樣 - 因為它的安全帶是這種賽車版的 然後整個座椅也是非常的舒適 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彈跳感或是晃的感覺 就是一個安全感 TDF它是全世界項量只有799台 哇塞 我居然能夠做到 我真的覺得好榮幸 那TDF的由來是環法Tour de France的鎖鞋 TDF的定義就是一台能夠兼顧日常行駛 與賽道駕駛的終極GT公路跑車 所以這台車在一定的性能下 能夠提供非常舒適的乘坐體驗 像我現在也非常非常的舒適 沒有感覺我坐上的是一台跑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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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今天我們就是來叫SP3啦 那這台SP3呢也是全台第一台選配的車喔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影片 我們買了這麼貴的車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法力有送我們什麼東西 來 這個是法力鑰匙 然後哇 聽說這個是法力寫給我們車主的一封信耶 好用心喔 有看到嗎 而且還有他們的親筆簽名 對所以這是非常珍貴的耶 對 算是一個有購買SP3的認證嘛 認證信 購買證明的概念 購買證明的概念 而且還有親筆簽名 真的是蠻用心的啦 這個是那個使用手冊 車主手冊 車主手冊也太厚了吧 也太厚 哇賽 這個比我更好奇 聰明書 聰明書 重點是 我就問 真的會有人來看嗎 它還有各種語言 欸真的耶 好貼心喔 還有各種語言耶 好不好 給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 這可以拿嗎 對 這是它的模型車 所以它直接是仿SP3的模型 它就是一模一樣的它 一模一樣的它 對 真的假的 哇 真的很特別 而且我們收個音 聽一下這個聲音 真的 它直接是一個 金屬的模型 金屬的 那我們等一下去當鋪吧 會有錢嗎 不要下班好嗎 這個 這個是 這是SP3的鑰匙嗎 它的備用鑰匙 為什麼它連這個備用鑰匙 都可以就是做得這麼緊緻啊 超精緻的耶 這也是多少 大概好像一億多 一億多 那這個鑰匙 怎麼那麼演唱啊 這很像那個誰 那個誰 SF90 所以一億 S296 所以一億跟一千萬的鑰匙是一樣的 剛剛的那個花 對 剛剛的花 幸好不是送給我 是送給車主的 而且剛剛其實有問了一下那個業務 它這個花不是一般的花 為什麼呢 它有特別配色 它說呢 這個是輪框 然後這個是它的車身 然後這個是花本 對 所以它說它非常的用心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香檳 香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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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算送的 還 不錯吧 還不錯啦 還不錯啦 就是 花的配色也都 也都有對還真的蠻用心的 其實OK啦 還行 大家覺得 一億多的車 沒辦法就是 排場就是要這樣 這個排場可以 對 很棒 看完這些 讚蜜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車 哇 欸 這你有發現嗎 這個顏色很特別 是不是跟之前我們看到的那種橘色 Dino不一樣 它是帶一點那個 亮粉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是他們原廠自己的顏色嗎 這是小雞歪親自特調 Milky Orange 所以小雞歪的英文名字叫Milky 對 然後它特調出來的 Orange 所以是叫Milky Orange 沒錯 欸 那這個是只有小雞歪可以用的顏色嗎 對 花拉利可以問小雞歪要不要開放給別人用 喔 那 據了解當時小雞歪是說 可以 對 那 因為自己獨家的話 那個七月變得比較虧 喔 真的喔 所以就是開放跟大家分享的話 對 它的價格也不會到那麼天價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體驗Milky Orange 就只能來法拉利 才能夠體驗到Milky Orange 那我們努力賺錢吧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後面 後面這邊 唉唷 欸這個 這個是什麼啊 月老的紅線 這是月老的紅線 它有什麼功能嗎 機械拉 喔 那我現在可以拉嗎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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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太大隻 抱歉抱歉 那我們來打開看 看什麼 內裝 内裝 喔 這個椅子顔色是 那個 那個什麼 藍 薄藍色喔 對 然後選個黃色的 所以是Milky Blue 沒有沒有 這沒有 沒有 Ian 好好看喔 對的 整個裡面很奢華的感覺 超奢 這真的超奢 Larry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椅子是貼在車身上面的 你說這裡嗎? 對它整個椅子是貼在車身上面 為什麼啊? 減輕重量 啊比較特別 對然後你路感會更清晰的樣子 它超多人在爬也太屌 哇我每次看到大家這樣子 我都覺得大家好可愛 你們媽我上電視了 我幫你們講 平紅綠燈的時間 那剛剛呢已經幫大家複習了SP3的重點 不是我在IG上有QA嗎? 那今天呢 我們要抽出幾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請小GY本人 來為大家解謎喔 抽出來的第一個問題是 最喜歡的V12 最喜歡的V12 之前開市812看不定誰咧? 嗯現在這台才剛開出來還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這台應該是比V12還會更強 因為它更貴吧 所以越貴越好 一分錢一分貨懂不懂? 分錢一分貨 好的那第三個是與Lava的差別 目前還沒有辦法告訴大家 等我燈燈開完之後再告訴你們 開起來的感受怎麼樣? 現在剛小跑一段覺得它比開不定去那一塊 空氣因為下雨天 所以還不好說 那你現在可以回答它跟Lava的差別了嗎? Lava比較偏舒服 當然這台車也舒服啦 可是他們快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改天好好再注意跑一下山路 才能夠確定 對 然後再來的問題是 要買多少台 法拉利才有這台購買資格? 法拉利的購買資格蠻嚴苛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幾乎每一台都要有 嗯 你知道辦法買到 拍的一些特助色 由於像SP3還是Lava這一種的 請問這台一定會選擇 TM客製色的Milky Orange 這樣會被歸類在 Keylormator還是一般的? 基本上它選了 Milky Orange說 如果你要Tedermay 金額應該要更高 拿到一邊一個Tedermay的logo 不過因為我們有時間去義大利 所以 它應該不算是Tedermay 再來一個問題是 要買這一台 手上要有幾台12港法拉利 是用抽籤還是法拉利內部審核? 基本上所有的12港你都要有 然後也要經過法拉利的內部審核 哦 所以就是 跟抽籤沒有關係 但是根據 所謂的客戶忠誠度來決定 忠誠度就是貢獻度 你在法拉利貢獻了多少錢 哦 講好聽一點是忠誠度 對 講來聽一點就是你給了多少錢 哦 就是你給了多少錢 那這一台保養大概要多少錢啊 其實法拉利的保養費用其實並不貴啦 一年的保養 一年的保養大概也就 如果你不用什麼每樣都做 是基本的換油 大概也就是一兩萬吧 哦 那其實還好沒有大家想像這麼貴 哇賽 這個問題 再來這個問題好艱難喔 請問小雞彎您一共有幾台車啊 感覺好多 嘿 你問到我了 因為我沒有算過 哼 我也覺得你應該沒有算過 然後有另外一個朋友問說 輪框沒有別的款式可以選嗎 只能挑顏色而已嗎 我們可以選它 輪框都可以選 然後顏色也可以選 哦 顏色跟輪框的款式都可以選就對了 對 好了 這已經是最後一個問題囉 最後一位朋友問說 SP3不是要有兩台MOSA都有才有資格購買嗎 還是台灣有特例 沒有 因為當初法拉利發表SP1跟SP2的時候 就已經嚴格限制一個人只能買一台 所以SP1跟SP2我們只能挑一台 然後有SP1或SP2的人就可以直接再買SP3 哦 所以其實並不是車主不想要兩台都買 有時候可能是它就是限制你只能買一台 好啦 今天真的就是非常謝謝小雞歪的有問必答 為大家指點迷津啊 所以為我們解謎真的是非常有親和力的一個人 那就謝謝大家以及來對我們的支持 喜歡這部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哦 那今天交測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請見一下 我會不會讓大家みたい 每天照片 看一下 麻布 大家支持明年的 территории